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總表 這個當然也是有某個同學問的問題 因為他每一段時間他就要統計一下 這個實際上有個捐款 就是說可能某個財團法人 然後就會有捐款 捐款的話他裡面的話 當然有列總共四個欄位 包含就是哪一天捐的 捐款人或捐款單位 捐多少金額 是團體還是個人 然後他每個月都會記錄 可是問題,他一個月一個月記錄 但是最後總需要做一個統計 所以最後一定要是把 月份的資料 最後合併成一整年的資料 OK 那同樣的啦 甚至其實當然你們也可以練習 又可以分又可以合 有沒有,那總表當然就是 一到十二月份是分嘛 那當然你也可以顛倒過來 把一到十二月份再合併 為一個總表 那怎麼合啦 其實道理跟剛剛差不多 也就是說一月份 一月只一筆訂單 不不不,一筆捐款金額 然後二月份的話也是一筆 三月的話比較好,兩筆 四月也是兩筆 然後一次,大概都兩筆 三筆 九月的話是有三筆 不管多寡啦 反正呢就是最後呢 我希望把每個月份的資料 通通都把它合併到這邊來 OK 那合併的話 當然我們按個按鈕 自動就把這個結果 把它給全部都合併過來 OK Global錯誤 OK 那當然統一一下 因為名稱如果不統一的話 以後說真的 你會寫成是會很混亂 所以你會發現 一月,二月一直到十二月 很快就全部把它合併在一起了 當然你們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分開 所以哦 是不是可以再刪除工作表 刪完之後 把總表呢 再全部分回去 也可以做這個練習 那清除的話 一樣把這個範圍的資料 把它清空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寫的方法 其實基本上 你會發現 甚至可以拿剛剛的程式 拿來改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其實哦 第一個當然我們 可以先開啟Videobask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 就是在寫一個合併工作表 那合併工作表的部分的話 其實當然也是一樣 最重要就是 第一個 第一行的地方 要call到哪裡 所以哦 第一個就是什麼 把來源的寫在前面 目的的話寫在這個A 就是A2的位置 所以哦 我假設我要複製哪裡呢 複製我要把這個範圍 所以你可以哦 Range先打 然後在外面再包一個 哪個工作表 Range 從哪個儲存格呢 從A3 有沒有 然後呢 一直到哪裡呢 A3 一直到 D3 所以你的冒號 D3 然後點Copy 可是問題哦 將來你要思考說 Copy到哪裡 Copy到總表這裡 D 這個位置 那當然一樣哦 這個的話應該是Range 我用Range Range 然後位置的話是A2 Copy到A2 不過呢 未來哦 一樣同樣的問題 跨工作表 它是在D1 所以你這個地方哦 記得再加上Shit 第幾個 第一個嘛 OK 然後 D 這個範圍 幫我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裡 但是那個A2的位置哦 將來會變動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加個K K等於2 然後呢 把這邊改成K 然後把這個E改成I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第一步就完成 Call一個OK 但是要Call全部的話 怎麼 再來的話一樣 就是全部的話 有幾個工作表 12個 所以for i 等於第1 第1個工作表 到 第12工作表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然後做什麼呢 把這一行 搬到這中間來 然後把這個E改成I 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呢 我要Call的這個資料呢 特別是 就是 是從第一個 剛剛問題一樣 他第一次 會放在2 可是問題哦 再來的話就向下追蹤 所以向下追蹤的話 我們可以從哪邊追蹤比較OK 當然呢 如果你沒有 比較好的答案的話 其實我建議啊 你可以一邊寫 一邊執行一邊寫 那怎麼一邊執行一邊寫 你可以先在這邊中段 跑一下對不對 讓他先跑出資料 接下來的話呢 你看一下哦 如果你要追蹤的話 如果假設你有標放A2 Ctrl向下 你會不會跑到這裡來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假如說 放A1 Ctrl向下 他跑到這邊 所以哦 你可能要解決幾個問題 就是追蹤 應該要從哪邊追蹤比較OK 因為他這邊的話 假如你放在A2 他會跑過頭 但是如果你把它放A1 他會變成停在A1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哦 根據剛剛的寫法 看看有沒有辦法 把1到12月份的資料 全部幫我整合過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哦 其實 總表部分 其實就是A1 要看向下追蹤 他把它加1就可以了 所以哦 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 把K的值能 向下追蹤 用哪裡追蹤呢 用Range A1 所以我是建議 你一定要自己追蹤看看 才比較確定 A1 然後呢 向下追蹤的話呢 那就是 點END 這個可能要盡量熟悉 因為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然後 刮鬍之後 XLDOWN 點ROW 就是向下追蹤 那一列 是哪一列 記得加1 為什麼 因為你A1 感受向下 下一個 那就是要放在這裡才對 而不是直接這裡 不然會被蓋掉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他就會讓他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是 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第二個工作表 第二個工作表 還是一個 所以哦 這邊是OK的 如果是2月的話 2月call過來的話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因為他跟1月也是一樣 只會有一個 OK 一個公 一個 一筆資料 不過為什麼 還是call到 這裡我把它停一下 這邊把它停一下 然後再清掉一下 清除的話 就是這個範圍清掉 所以哦 所以在這個地方 可能還要增加一個變數 什麼變數 把什麼呢 把那個 A3到D3 有沒有 記得這個3 要改一下 A3應該都一樣 可是你看 3月 A3 應該到D4 像9月 我記得是A3到D5 那我怎麼知道 他是在哪裡 你可以把游標放 A1這個不行 還是會向下 他會停在這裡 所以你如果要追蹤的話 應該從A2向下追蹤 那他會跳到5 所以你把這個5的數字 放到那個 剛剛D3 有沒有 這邊這個位置 所以哦 怎麼樣向下追蹤 你可以這樣 追蹤的方式 記得是 Range A2 所以拿這個來 拿這個好了 這個 OK 那前面的話 也許我們加一個變數 R1 R1等於 Range A2 這邊記得 追蹤的話 從A2向下追蹤 那追蹤到的位置 把這個位置 把他放在這個 D3的3 的 右邊 空一格 加and 加一個R1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 兩個變數應該都OK 這個是指的是 來源的 不過還有一點 第幾個工作表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前面要加一下 如果沒有加這個的話 他追蹤會以為是這個地方追蹤 所以不一樣 一定要記得 R1指的是 哪一個工作表的向下追蹤 這個跨工作表 然後 再把資料call過來 然後換下一個 這樣應該OK了 試一下好了 所以 執行的話 第一個的話 那因為 這個是3 因為第一 1月份只有一筆 所以call過來應該只有一筆 然後 K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加1 所以變3 應該放到這裡 然後 2月部分幫我call過來 call到第三 列的地方 沒錯 然後 再把它加1 所以第四列 3月的話 應該兩筆 所以call過來 所以這個時候 他追蹤到 3月的部分 這個 i等於3 然後這個 得到應該是4 所以A3到D4 所以應該有兩筆 call過來 兩筆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 應該得到5 5加1的話 應該是6 所以執行 K應該等於6 沒錯 在這裡 所以一種類推 這樣的寫法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樣的寫法 好像跟剛剛寫的 好像基本上 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 以後要合併工作表 大概可以套用 同樣的邏輯 只是說 你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說 Copy過來的位置在哪裡 那需要一個K 那底下的話 必須追蹤之後加1 這個K 就是放在哪一列的位置 把它加1 那另外的話 來源的追蹤 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的來源 那我這邊有個R1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全部執行 應該呢 就可以全部把它合併 在一起了 那未來當然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 再寫一個刪除工作表 把這個地方的資料刪掉 把工作表刪掉 然後再合併出1到12月 這樣應該也可以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 我這邊 在雲端上 這邊12 有把它寫成另外一個方法 寫成什麼呢 寫成叫 去到shoot.com 點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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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記得要-1 為什麼要-1呢 因為 shoot.com指的是 這個工作部呢 有幾個工作表 有沒有 總共有12加1 所以喔 如果我要跑回圈的話 從第一個到 第 這個13 13-12 這個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你就不用特別去算說 工作 就是用固定的數字啦 因為假如說 如果假如那個數字會變動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用shoot.com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這個 我們在雲端上面放的 第四個單元的那個 104的這個 存款 這個捐款名細部分 把它試著做做看 OK 所以我剛剛寫的程式在這邊 基本上一樣 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當然喔 這個寫法 其實之前也用過蠻多種方法 甚至最早其實是用錄字聚集 不過我現在發現 錄字聚集 其實並不太好 因為都是聚集的話 會發現 第一個層次非常多 第二個的話呢 很容易出錯 所以 建議的話 這個寫法其實還蠻OK的 請各位練習看看 合併工作表